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4号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美国FED的鹰派官员 对于这个升息四马的预期有降温 那台股周五的招盘 虽然有一度翻黑 但是随着买盘进场 是重新站上了14500点的关卡 那行情准备加速了 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次的赚钱效应 后续的盘事解析赶快来请教 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Mortal Good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好 陆比好 投资本大号 好 老师大盘这一次呢 是拉出了这个周级别的日出 这个讯号之后呢 行情就会开始加速 但是这个指数的反弹呢 不会太快 投资朋友们如果想要快速的拼回 这个上半年的绩效呢 数涨停就是最快的方式 那请教老师 这个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操作呢 好 那这就是 所谓的我们常跟各位讲的嘛 看高做低 看大做小 看旧做新 对不对 是 为什么阳营明光可以这么嚣张 那原因是在哪里呢 其实你仔细想想看 宏达电他只是负责点火而已 很多人其实不相信元宇宙这个东西了 那就跟药华药一样 当时大家也不相信药华药 药华药只给你我的营收 所有人就闭嘴了嘛 对不对 唱衰的人一定有 那市场上两种人最多 一种就是自认为自信名门正派 告诉你说那炒作的股票我不做 那第二种其实更加不得 不可理喻或是不能来作为这个 应该说此风不可涨 这种人叫什么呢 人家的股票涨了 你嫉妒人家 就说人家差 做危险的那种 这不是秃鹰吗 对不对 你看药华药那时候才涨的时候 就有人就说 这已经涨到这个地方了 我不认为这种股票怎么样就酸言酸语 那你要酸言酸语别人 你为什么不想想 你不能像张俊敬一样赚个几千万 对不对 先赚起来 你自己的股票在破底 然后就说市场上这个委屈了 对不对 有的人常常这样讲啊 该死的借券放空 空我的股票 这个连电都委屈 连发科都委屈 那你这样讲委屈 我当然觉得 我也不知道你抒发情绪是怎么样 当然你有可能是在做你的网红式操作 因为你网红的话 就现在这边出来骂骂空头 跟散户站在一起 散户就会喜欢你 当然你一直做这种操作 你的心态只是想要自己红 也不是真心要帮观众朋友们赚钱 对不对 也不太对 那因为形势比人强 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们是实战派 你看法人跟所谓的那种基本面派 他最常犯一种毛病 多头的时候都很神 因为多头的时候基本面是春药 我告诉你我历史营收创新高 隔天开高3%你不能奈何吗 你敢空我就锁上去 第二天我跟你说我嘎空 这就是标准的多头格局 可是你在空头格局的时候 你跟我说你营收创新高 我不甩你 我觉得是最佳出货点 一开高我就K 我全部K给你 所以这个说明一件事 股票市场上不是说绝对用哪一招 你可以用到天下 你应该是多头用一招空头用一招 我这样讲没错吗 你空头的时候证明的基本面数字 大家不屌你 你就不要用 但是问题就是说 法人跟很多喜欢讲基本面的人 常常陷入一个毛病 就是他就是永远就是要讲这个东西 我就认为说基本面最伟大 里面旁边都是这个什么旁门左道 牛鬼蛇神对不对 但他没有想过你买80块的股票跌到50 你赔钱了以后 市场上离开的资金他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呢这个时候赔钱的人呢 他就会骂说都是你们这些空头害的 你看我的股票营收创历史性高 本益比只有6倍对不对 下半年谁跟你说营收不会上去 你看看法说想的那么好 都是因为你被放空的 就是那种那种叫做什么觉得全世界对不起他 你知道吗 那因为一般投资人他其实比较单纯 他也不会这样想 一般投资人就觉得那我就错了 那我就卖掉算了 偏偏电视上就有这种人你知道吗 就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他讲完了以后呢 他就误导观众什么样 影响投资人 今年很多赔钱的观众 手上股票都没卖掉 本来想卖的被你一讲我都不想卖了 好像我卖是不对 他电视上常常有一种人在表演什么的 我每年买一张台积电 我每年买一个 你看拉回的时候我多辛苦都报老 然后怎么样 弄的一副好像苦行生一样 其实我告诉各位欢喜佛 你为什么不想想悟道的也有另外一种方法 假设你一个礼拜赚50万 这种生活你喜不喜欢 两个礼拜赚100万 三个礼拜赚200万 那明年你的梦想就是4000万 你说这不能够得到人生的悟道的道理吗 当然可以啊 你只要抓到涨停就行了 是 但是我就刚刚就跟各位讲了 很多人他就是说 别人涨停板都是邪魔外道 那我告诉你很简单嘛 因为你做不到你就批评别人啊 你看我有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讲过什么东西是绝对做不到的吗 没有啊 人家要还要本来就有营收拿出来啊 像我刚刚讲的两套标准 你的股票在跌的时候收委屈 人家拿营收出来 阳明光明明人家六月单月自己有三毛五 你就批评人家 对啊 长多了你要小心哦 好元宇宙这个怎么 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批评你知道 是 说啊 元宇宙这个都虚幻的 虚幻的 吃的 来假的 讲这种屁话 你知道 问题是人家阳明昌 他就已经把营收拿出来 对 眼看没办法屁了嘛 对不对 就说哎 长多危险了 不要追了 无聊到家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用阳明光的逻辑去抓先进光呢 对去抓下一档涨停 你如果真的不敢买 你就用他的逻辑看大做小看高做低看就做新嘛 那你不是可以在昨天跟我们一样吗 去抄那个阳那个先进光的第一根涨停啊 是 那礼拜五又拉一根涨停 你这样拉上来就15%了 对不对 你这礼拜就已经 立于不败之地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假设说你是像我们这样讲的 阳明光先赚两根涨停 是 就算你卖掉了 先进光 这个时候你一定是 原本我叫你买阳明光的时候 你可能买10张嘛 先进光你 再出来你一定买它 跟你拼了 对对对 因为你信心就来了嘛 现在的听众 很多是信经都还没有回来 刚起床还回神 还在那边模模糊糊 你知道吗 你们那些还在模模糊糊的 周休二日 先加我们light 去把我过去八天的节目看一遍 你看完这八集的节目 你就知道你这辈子错过了多少的 英雄豪杰美酒美女名车 还有包括信义路的一栋房 是 我真的没在盖你的 从我点名 宏达店开始 三根叫自我介绍 是 再点名建达 三根叫做这就是我 是 你不敢做 我叫你华星光 华星光你出掉了 我再换阳明光 阳明光做完了再来先进光 先进光 先进光我再告诉你说 还有一档股票 神盾有入股 是啊 涨停板 他叫金香光 对 加一加几根 快二十根涨停 有 所以答案就很清楚了啊 这个东西并不是做不到 而是说 你的心中的框架要先拿掉 放开那种穷酸的那一套 对不对 就是那种整天酸人家 那种人很无聊 整天说什么 这个也委屈 那个也委屈 那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你说委屈嘛 我刚刚说看大做小嘛 对 第三季有低轨卫星 对吧 是 好 那重期创新高 因为他六月你说好嘛 你建汉被洗掉了 那我没办法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个人的问题 修为的问题了嘛 是 因为建汉大家也不敢骂嘛 我讲现在谁敢骂 对吧 名门正派 而且价格又不高嘛 但是他盘中有 当中客甩一甩 你可能被洗掉 所以有的老师他就不讲了 为什么他被洗掉了嘛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 你很简单嘛 你建汉墙 你重期墙 你中壘墙 你能不能买一个网通晶片 你一定可以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讲一个道理 你看台积人 他现在这个是不是反攻 对 那因为创意拉涨停嘛 我问各位一件事 上一波反弹 五到六月那一次 第一个拉上去最强的 IC设计是谁 不就创意吗 是 假设说你救股王 原本的那个细利KY 分割以后 他是破下去了就算了 对吧 不是 他昨天搭一个相机 超强的 对 细利KY你要现在去看他 他周K棒那根是历史天亮 你知道吗 这根底部都换手成功的话 我看下礼拜 IC设计全部都回魂了 IC设计是 那你IC设计回魂就好办啊 排面上的主流有什么 第一个有元宇宙嘛 对 有车用嘛 有 对不对 然后有网通嘛 是 你就网通那边随便拉一支 晶片上来做底部反弹就好了 第一个不就洋智了 有够简单的你知道吗 有支送光米 怎么会抓不到涨停 我都觉得 我跟各位讲 你再讲看大做小 看高做低 是 看旧做新嘛 是 不然你怎么会有 这个一串的逻辑拉过来 所以我告诉你 假设你心中有框架 你一开始你就排去 排去元宇宙的话 我告诉你 二十根涨停都从你身边飞过了 对啊 你就继续去看你那个什么 0050台积电 什么季线什么 什么有的没的反弹多少嘛 对不对 是 你如果有志在 在期货上面做发展的话 我坦白讲 这个东西你是要研究 什么台积电 什么货柜三雄 然后那个 季线下弯的角度 然后这个东西是要的 因为做期货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东西你做指数 但你做股票的 回到我第一个阶段讲的重点 我们要的不是空间 我们要的是时间 比方说你先告诉我说 我有八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做多 但是空间只有一千点 那你说我要怎么做 很简单 我一定直接买那个跟指数一点关系的都没有 我就让你天天涨停 天天输涨停 一直涨停 让你一直涨停 一直涨停 对不对 是 一个礼拜 一直涨停 一个礼拜抓一只就好了啊 那现在重点又来了 你说要去哪里找这种可以带你做掌停的人 坦白讲 除了我自己 我还真的没看到别人 对就在这里了 你有看到吗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啊 我不排斥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当今的全中华民国 有人比我蔡振华还准的 我欢迎你去找他 我也很大方 你要比我准哦 你不要拿那个什么 很会解报告的在那边 在那边塞 不要几年前这种的 对 我告诉你几个标准哦 是 第一个我要点名宏达电 五根涨停给我加下去 是 第二个我要点名建达 建达 对不对 对 你再把三根涨停给我加上去 是 再来我是华星光 你三根再给我加上去 对 再来是阳明光 你四根给我加上去 对 先进光跟金像光 你四根再给我加上去 对 没有超过二十根涨停 在过去的三个礼拜 你不要拿来跟我比了 是 就这样子 我讲的也很简单 以上这一段 不是我在这边要告诉你 我多厉害 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理 如果是换做别人 当然我在这边就促销 自吹自雷或是什么 但是我的态度不一样 我希望把这一份功力呢 也跟大家一起分享 让你边做边学 是 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讲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不会拘泥于自己的框架 我不会告诉你说 这当股票委屈了 市场超跌了 我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渺小的立场 我告诉你谁最大 天底下就只有市场最大 市场 他承诺市场 对不对 市场上我上 市场下我下 市场上强我追 市场上做我杀 是 那你不用对人家那种已经大涨的股票 酸言酸语 那个都是假的 那都是炒作 那个是谁家的股票 你自己没有办法虚怀的放在这个世界上 你自然没有接纳全世界资金的一个勇气嘛 因为做股票的资金有很多 也不是所有的资金都是劳退资金 每个股票在涨的时候 一定背后的人他都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你不能说涨了你没做到 你就批评人家 当有一天你放开这个心中的框架 拥抱这个市场的强势股的时候 天地都跟在你的身边 全宇宙都会来帮你 认同我的理念的话 很简单 接下来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网通车用元宇宙全部都一定有 是 你看这一次 工业电脑那几支 你不要看说广机这个飞节没有在动 你就以为停了 对不对 盘盈就涨了 他一定会有一个断口 对盘盈 就像说你宏达电在礼拜五没什么动 对不对 但是车用元宇宙全部都攻了 正同的是一个资金的流向 他往这个潮流走的时候 你那里面就一定会有标股 盘面上股票真的标的非常的多 这个地方资金其实已经开始追逐强势的股票了 现在的逻辑非常的清楚 投信第一季第二季都很糟了 他不靠第三季拼 你说他能怎么拼 第四季他也没有把握 因为第四季你有可能迎来的是一个美国的衰退 那你空头也不用太高兴说什么美国一定衰退 你讲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了 这个就跟多头告诉你说五年后你一定会后悔一样 眼前的涨停板才是你要特别在这边去做追逐的 你不去掌握这个九周半对不对 你说这个九周半很简单 我一个礼拜的目标就两根涨停就好了 前面四根反败为胜 后面四根拼增加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 好的那么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餐饮资产免费的耐账号 那么涨停的股票是一磅接着一磅股票 餐饮资产都把你锁定好了 赶快来电咨询 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市场上的掌停王就是我们的蔡英斯坦 光是礼报一天就有盘一掌停 金像光掌停 先进光了两根掌停 这么多的掌停板 只要你看准资金的流向 就能够像蔡英斯坦一样轻松的达成 不想错过下一档的朋友 务必要跟上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卖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今天呢 蔡英斯坦为了帮助 所有的投资朋友 特别成立了这个VIP冲刺班 要带你提前掌握 能够快速上涨的股票 机会非常的难得哦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第三季呢 是目前看起来投信最有机会拉绩效的一个季度 那中小型个股的涨停速度呢 是非常快的 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们 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些新的机会呢 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 VIP很难进入了 所以我们这个VIP要证明 我们叫做小VIP 小VIP 是大家都可以轻松来参与的 那前提之下是 你要有一颗想要赚钱的心 那VIP是怎么做的呢 是我们的小VIP 就是有没有人想过 你在我们节目在播出的前一个交易日 比方说我是在昨天跟你讲先进光的吗 对 那礼拜三的下饭场我先带你买 这是不是算是VIP 领先的 因为听众的话一定是在我们下午听到的嘛 下午晚上或者是说隔一天的早上听到的嘛 对不对 那一定是不是收盘以后 是 那我们的Light的群友是当下 对不对 盘中的时候 听众跟这个观众他一定是 我举例的 听众跟观众的话 他先进光他应该是在礼拜四的下午 看到我们的节目才知道嘛 是 那如果你有加我们的Light的话 你有机会在礼拜四的盘中 盘中 先告诉你嘛 对 对不对 就是你还没收盘还能买的时候嘛 那如果说你要在礼拜三的下饭场 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时候 我Light也还没有写的时候 是 你先买先进光 那我告诉你这个小型VIP就适合你 对可以领先 先卡位的 有的股票不让你先进去 我实在也不能先写在Light上面 因为现在太多人在抄我的Light 有的时候我写一写就觉得说 奇怪这个怎么纯纯欲动 有没有 就有那种奇怪的那种买盘就来了嘛 很多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头部老师也在我的Light里面 那当然我也知道啦 这没什么 就像我以前跟各位讲过嘛 我的Light要是不写很多头部老师他节目不会做 对吧 就有的人就是抄一抄他下午就做节目了嘛 对 所以首先第一个 你们有家的朋友也恭喜你们 还有一个就是说 确实我们的Light也跟人家不一样 很多的教学成分在里面 是 那等到行情真的上工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这些 这些东西有多么有用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当然这是现实的 是 这就是现实的 冲刺班是现实的 因为我们把它取名为小型 就表示说你们其实是可以轻松的来 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嘛 对吧 好 那所以你要提前掌握的 当然我们说台积电 这一次除了台积电他自己回魂之外 说实在的 底部是外资超出来的 讲这句话 如果说大家不服气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自己去看台积电最低点那天 买盘是怎么买的 是 买了八天了 对433之后 他在法术会前一天稍微调节一点点 那也证明了这次外资超底确实成功 是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骂东骂西 很多骂的最狠的 你实际上430 450你也没去抄嘛对吧 我常常看这个业界这些人 就看了就很有趣啊 那我觉得你要认同到赢家的观念 你就可以接受到世界上一切事情 所以台积电在这边既然回魂了他们家族的股票 你看第一个创业没话讲吧 对 加登冲沙都上工嘛 没错 好既然如此 半导体的下一步是谁 那我告诉各位 这一波因为跌得非常的深了 很多的股票现在都已经是半价在打巴子 对 这个不随便抄一下 连我都觉得我实在是对不起我自己 那么你看 这个创业拉上来以后 其实很多的这个低价的IC设计 当然IC设计本来不是低价的 他本来可能200多 现在剩70几吧 是 这一种股票都是下礼拜的首选 因为投信会玩什么东西 你知道你丢我减啊 对不对 你丢了我不能减吗 那今年你看台办这个谈上来这么多 对不对 另外两档 因为投信砍杀而变成现在股票打6折 我告诉你非买不可 我现在想到下个礼拜都觉得兴奋 太多涨停板等着我们进场 下一档接着我就是你的手 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带你进场 好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小心的冲刺板呢 机会是非常的难得 请投资朋友们务必要赶快来电参与 才不会错过了 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RotoGo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贵超最快赚哪些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支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各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进广告了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市场上的掌停王就是我们的蔡英斯坦 光是礼报一天就有盘一掌停 金像光掌停 先进光了两根掌停 这么多的掌停板 只要你看准资金的流向 就能够像蔡英斯坦一样轻松的达成 不想错过下一档的朋友 务必要跟上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 麦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今天呢 蔡英斯坦为了帮助所有的投资朋友 特别成立了这个VIP冲刺班 要带你提前掌握能够快速上涨的股票 机会非常的难得哦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